果农不慎从树上掉落,瞬间遭到世界上最大的蜥蜴活吞,这是发生在印度尼西亚东部的科莫多巨蜥食人事件,被发现时他的身体已经被啃食了一半,手和脖子被咬得鲜血淋漓。 遇袭前,一名果农正在采摘水果,当他准备从树上下来时,突然发现两只饥饿的科莫多龙正在树干下方盘旋,这是使得果农只能待在树上等待时机,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困在树上的时间越来越长,手心渗出了汗水体力逐渐衰竭,最终失足衰落,直接掉在了两只凶残的科莫多龙身上。 科莫多龙是地球上最令人闻风丧胆的爬行动物之一,因其可怕的威力而闻名。 他们拥有一口锋利如锯齿般的牙齿,能轻易撕咬肉与骨头,他们还有一条长长的分叉舌头,他们能够从五英里外就嗅到猎物的气味。 更可怕的是,他们体内还有一种致命的毒液,一旦注入受害者体内,就会导致受害者内部大出血,最终死亡。 科莫多龙也被称为科莫多巨蜥,据统计,如今野外仅剩下4000只科莫多龙,他们的栖息地分布在印度尼西亚的五个岛屿,分别是科莫多、林卡、弗洛雷斯、吉利达斯米和吉利莫唐。 科莫多龙以其惊人的食量而闻名,一顿饭就能消耗掉自身体重的80%,尽管科莫多龙主要以食府为生, 但一旦机会来临,他们也展现出出色的伏击捕食能力。 通常科莫多龙以小型动物为食,如无脊椎动物、鸟类、爬行动物、鸟蛋和猴子,而较大的科莫多龙则会捕食野猪、山羊、鹿、马甚至水牛。 他们有一个令人不安的习性,那就是挖掘坟墓并以尸体为食,这导致当地人僵尸者埋葬在粘土中并在上面堆满石头,以防止这些巨蜥接近他们所敬爱的人。 正是这些恐怖的特征,赋予了科莫多龙其可怕的声誉,也吸引了许多游客前往印度尼西亚的岛屿,期望有机会今夜目睹世界上最大、最重的蜥蜴。 2009年3月23日阳光明媚,当时年仅31岁的穆罕默德·阿努尔,正准备前往科多岛采摘水果,尽管没有确切的证据,能够还原攻击前发生的情景, 但以下故事被认为是他在那个命中注定之日可能经历的最合理情景。 穆罕默德穿过茂密的果园,然而,他的气味却被正在寻找食物的一对科莫多龙察觉到, 由于栖息地的破坏和人类活动的加剧,科莫多龙与人类接触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他们四处寻找食物在果树之间徘徊。 这对巨大的蜥蜴伸出舌头,感知器位于鼻腔上方,他们能够闻到几百米以外的美食香气并传达给大脑,引起食欲。 他们悄无声息地靠近,沉重的脚步在草坪中无声地移动,他们的头从一边摇到另一边。 此时的穆罕默德毫无察觉,他即将面临着不幸的命运。 关于穆罕默德的具体情况有不一致的报道,有的报道称他是作为一名水果采摘工人在田地里工作,而另一些则称他是非法进入科莫多国家公园。 无论如何,他在那个时刻都无法预料到自己即将陷入生命的危险境地。 根据公园总经理弗朗西斯科斯·哈勒姆的说法,穆罕默德是一位渔民,他在海滩上迷失,想要寻找一些水果冲击。 那个地区被禁止进入是有原因的,因为那里有大量的科莫多龙,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危险的,但其他人却认为他是在果园中工作,采摘苹果来维持家庭生计。 除了旅游业,水果采摘和捕鱼也是当地居民的主要收入来源。 无论穆罕默德前往那个地方的原因是什么,他即将陷入困境,31岁的穆罕默德爬上一棵苹果树,努力爬到树顶上摘到最好的果实,并将它们放进袋子里。 当他正准备爬下来,并爬上另一棵树时,他在地面上看到了一些东西是一团庞大的,深绿色的影子。 他微微低下身子,双手抓住树枝,透过树枝缝隙窥视。 突然,穆罕默德的心跳加速,他在周围的高草中,看到有两只科摩多龙的影子迅速移动。 这些庞然大物靠近他所在的树,散发着令人毛骨悚然的气息。 他意识到自己置身于一群凶猛的掠食者中,他静静地待在树上,努力保持冷静。 这两只科摩多龙巨大无比,他们重约70公斤,身长2.5米。 穆罕默德专注地观察着,思考着下一步该怎么做。 他决定等待,但科摩多龙并不只是路过,他们是来找穆罕默德的,科摩多龙将他视为猎物。 穆罕默德的气味吸引着他们从树线处靠近,他们正在寻找下一顿饭,终于找到了目标。 其中一只龙竖起后腿,将前爪放在树干上,穆罕默德感觉到树干在蜥蜴的重量下剧烈摇晃。 他用粗壮的尾巴支撑着,靠在树干上。 他知道他们会爬树,几乎没有什么是科摩多龙做不到的,他们不仅可以攀爬树木。 而且游泳技术出色,奔跑速度可达每小时20公里,雌性还可以无需雄性参与繁殖。 但这只科摩多龙太重了,无法爬上树,他重新落回地面,穆罕默德松了一口气,但他被困住了。 底下的两只科摩多龙正围着树周旋,穆罕默德看着他们,观察他们那特有的缓慢步态。 两只科摩多龙时不时停下来向上看,对眼前的猎物很感兴趣,舌头在他们口中伸缩,穆罕默德看到他们覆盖着鳞片的皮肤和强壮的尾巴。 他大声呼喊,希望其他工人能听到,但没有人回答,他犹豫不决是应该试图逃跑呢,还是坚持等待。 随着太阳的照射他精疲力竭,汗水从他的脸上涌出,他在树枝上不安地踱步。 穆罕默德开始考虑他的周围环境,寻找任何可能的逃生机会。 此时只有苹果可以让他保持水分,但他深知自己的选择有限,因此,他小心翼翼地重新调整了对树枝的抓握,试图保持平衡。 然而,就在他努力调整姿势的瞬间,他的手滑了一下,湿漉漉的手掌在苹果树的树皮上滑动,导致他失去了立足之地。 穆罕默德被树枝抽打着,一路向下坠落,最终重重地摔到地上,这一切发生得太快,他痛苦地躺在坚硬的地面上。 随后,饥饿的科目多龙立刻向他扑来,穆罕默德感到无助和恐惧,他没有时间站起来或逃脱,这些食肉动物充满野性,狂热地撕咬着他的肉体,加剧了他的痛苦。 每只科目多龙的嘴里都有60颗锯齿状的牙齿,专门用于撕裂肉类,并对猎物造成严重伤害,他的血液大量流失,生命力迅速减弱。 科目多龙咬人的力量足以将一个人的腿咬断成两节,他们毫不留情,在恶魔般的嚎叫声中,两只巨龙结束了漫长的等待,向无辜的穆罕默德发动了致命的攻击,穆罕默德痛苦地呼喊着,拼命试图击退这些残暴的爬行动物。 然而科目多龙疯狂的攻击没有给穆罕默德任何喘息的机会。 穆罕默德无助地踢打,挣扎和尖叫,全力以赴还击,但结果无济于事。 就在绝望之际,特里西亚塔瓦听到了穆罕默德的呼救声,他立即穿过果园向他奔来。 当他来到穆罕默德身边时,他对眼前的景象感到震惊。 鲜血从穆罕默德的身体中喷涌而出,他在地上挣扎着,不停地踢打,拼命抵御猛兽的攻击。 特里西亚勇敢地朝着科目多龙扔石头,大声呵斥他们,这时科目多龙暂时停下来,抬头凝视着他。 特里西亚再次高声尖叫,科目多龙感到惊慌,他们匆匆逃入丛林中。 特里西亚急忙跑到穆罕默德身边,用手扶着他的头,他的身体被科目多龙的牙齿撕裂,布满了身而大的伤口,毒液正在毒害他的体内,阻碍血液凝结。 不久之后,穆罕默德开始出现肌肉麻痹,体温下降,休克和意识丧失等症状,他需要紧急的医疗救治才会有一线生机。 然而,印度尼西亚群岛上的医院寥寥无几,他被紧急抬到岸边,然后放入一艘渔民的摩托艇中,摩托艇在水面上迅速穿行, 广尼西亚群岛上的一家医疗诊所驶去,但不幸的是,穆罕默德抵达诊所时已经失血过多,医生们无法挽救他的生命。 这起悲剧事件只是印尼群岛上不断增加的袭击事件之一,这些事件进一步加剧了人们对这些宾威爬行动物的恐惧。 就在2004年前,当第一名年仅8岁的男孩在与朋友踢足球时遭到一只科摩多龙的突然袭击,可悲的是,他没有幸存下来。 2008年,五名游客在潜水时被强大的水流冲到了林卡岛上,当他们在深夜抵达沙滩时,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的痛苦才刚刚开始。 随着阳光的升起,他们发现了一只科摩多龙正在靠近他们,五名游客花了整整五天的时间与他搏斗,同时等待着救援的到来。 2009年2月,一只科摩多龙爬上一名公园管理员的住房,趁他熟睡时发起袭击。 虽然该管理员幸存下来,但这次经历让他心有余见。 这些攻击事件的持续发生,使人们愈发担心居住在印尼群岛上的人们面临的威胁,以及对这些宾威爬行动物保护措施的重要性。 越来越多的袭击事件被认为是由于科摩多龙的栖息地丧失,因为越来越多的土地被清理出来用于农业和住房用途,这使得这些科摩多龙别无选择。 这种栖息地丧失导致他们被迫接近人类居住区,寻找食物和安身之地。 这种人受冲突的恶化在印尼群岛上变得日益严重,科摩多龙的栖息地不断受到破坏,迫使他们与人类共享有限的资源。 尽管人类并不是他们典型的猎物,但如果他们敢受到威胁或极度饥饿,他们会发动攻击以求生存。 穆罕默德袭击事件中的科摩多龙显然也是如此。 解决这一问题需要综合的努力,包括保护和恢复科摩多龙的栖息地,加强野生动物保护法律的执行,教育当地居民如何与这些动物共存。 这不是恐怖电影,而是发生在现实生活中的三起动物撕掉人脸的事件。 许多人认为被野生动物杀死是动物袭击中最糟糕的情况,但在残酷的动物袭击中幸存下来,可能会留下严重的身体和情感创伤,甚至他们希望自己没有活下来。 老虎是世界上最可怕的动物之一,虽然它们的皮毛美丽而柔软,但你绝对不想与它们有亲密接触。 但有的人们没有选择,特别是当老虎决定先攻击你时,老虎是世界上最大的野生猫科动物。 它们能够长到360公斤,可以轻易地扑倒一个人,它们通常会吃鹿、野猪、羚羊、水牛和其他大型哺乳动物。 但如果遇到人类,它们会逃跑和躲藏以避免麻烦,然而总会有例外的情况,动物可能会因恐惧或饥饿将人类视为猎物而攻击人类。 1995年,哈什玛特阿里刚满是8岁,生活在孟加拉国的一个小村庄里,作为家庭支柱,他需要养活自己和家人。 在这个偏远的村庄中,几乎没有什么赚钱的途径,于是阿里选择成为一个渔民和捕食者,这是他们村庄很多人从事的工作。 虽然这份工作很辛苦,但阿里还年轻,他能够很快地从体力劳动的压力中恢复过来。 因此只要能够养活自己和家人,他愿意做任何事包括采集蜂蜜,这是一项非常困难的工作。 一旦蜜蜂感到蜂巢受到干扰,它们就会毫不留情地发动攻击,阿里经常被蜜蜂遮伤,但只要能从中赚到钱,他就乐意做这份工作。 3月14日,阿里醒来后立即去工作,老板告诉他接下来几天会很忙,需要尽快上河捕鱼以赚更多钱。 第一天进展很顺利,阿里还找到了一些蜂蜜可以卖掉,然而一切都在夜晚发生了变化, 当晚阿里疲倦地躺在船上,毫不知情已经被黑暗中一双发光的眼睛盯着。 在他入睡后,一只老虎悄悄地靠近船边并发动攻击,阿里刚刚从睡梦中醒来就在几秒钟内,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剧痛, 他的脸被老虎的力掌划开,阿里发出一声痛苦的尖叫,他对老虎感到恐惧,如果再没有人帮助,下一次攻击可能致命。 然而,他的脸疼得几乎无法动弹,即使尝试发出最微小的声音,也会因剧痛而昏倒。 此时他意识到必须尽快寻求帮助,否则会有生命危险。 其他同事听到船上传来奇怪的声音,前去查看发生了什么。 当他们赶到现场后,眼前的场景就像恐怖电影一样,到处都是血迹,阿里用手捂住脸,血从指缝间涌出。 这时老虎抓住阿里的衣服,试图把他脱下船推入河中,阿里还没有准备好死去,但他疼痛难忍无法抵抗老虎的力量。 其他船员开始制造噪音吓走老虎,他们的计划成功老虎逃走了,但这场折磨并未结束,阿里受伤严重。 同事们立即将他送往最近的医院接受治疗。 幸运的是,医生们成功挽救了阿里的生命,但他留下了严重的伤疤。 老虎的攻击导致他只剩下半张脸,他需要进行一次大规模的面部重建手术。 得知这个消息后,阿里伤心欲绝,他知道自己的生活已经永远改变。 在接下来的20年里,阿里几乎不在外出他担心受嘲笑,担心自己的女儿因为他的样子而找不到丈夫。 当阿里出门时,他总是带着一块不遮住脸,这样他就不会一直被盯着,也不会吓到当地的孩子们。 在之后的两年里,阿里设法积攒了很多的钱,以便进行整形手术。 幸运的是,所有的手术都进行得非常顺利。 现在他对自己的外貌感到满意,并且不再害怕展示他的脸。 尽管老虎袭击了阿里,但他并没有恶意行事,而是出于本能。 在老虎眼中,阿里成为了一捕食的对象。 尽管他的脸部遭受了严重的伤害,但他幸运地逃脱了。 虽然这将是他一生中最可怕的痛苦经历。 2011年5月,维斯帕金斯和他的两个狩猎伙伴丹和爱德华斯堂格抵达阿拉斯加的西沃德半岛,准备猎杀一些熊。 他们都是狂热的户外爱好者,经常组织一起旅行。 阿拉斯加的西沃德半岛吸引着许多人。 那里有美丽的冰川,历史悠久的爱多德小径,但游客需要时刻留意周围的环境。 因为灰熊是这里的顶级捕食者,他们凭借厚厚的皮毛和狩猎能力在这里茁壮成长。 尽管如此,春季对于这些熊来说是脆弱时期,因为它们刚刚从冬眠中苏醒过来, 再加上它们已经好几个月没有进食了,身体状况较差,可能还会有新生的幼崽。 人们意识到这时的灰熊更加脆弱,所以每年春季都有一个猎熊的传统。 在旅行数天后,它们驾驶雪地摩托车,发现了一只熊的脚印,于是它们开始跟随脚印进入雪地。 从脚印上可以看出这是一只熊性的熊并且体型庞大。 如果它们能够猎杀它,将成为城镇的巅峰存在,突然脚印消失了,维斯单独下车寻找熊的迹象。 却不知道这只熊正在二十米外注视着它,等待最佳时机袭击,突然熊穿过树林扑向前方,直奔维斯而来。 听到身后的沙沙声,维斯转身惊恐地发现一只巨大的熊冲向它,维斯试图抓住步枪,或者拿起任何可以自慰的东西。 但熊太快了,与它们预期中虚弱的熊不同。 这只熊正处于健康的黄金时期,并且阴长时间的冬眠,而饥饿的几乎可以吃掉一个人。 这只熊以惊人的速度将维斯撞倒在地,然后迅速抓住它的脸,相比这种庞大的捕食者,维斯的头显得非常渺小。 它凝视着眼前的一排排牙齿,意识到自己的生存机会渺茫。 熊开始像玩具一样摇晃维斯,利用所有的技巧试图杀死猎物。 随着摇晃的进行,熊的牙齿越来越深地嵌入维斯的脸部,维斯听到头骨在熊压力下发出猎响。 这只熊试图彻底击碎维斯的头骨,它将维斯的身体压到地面上,用爪子猛抓维斯的身体,将它撕成碎片。 维斯的疼痛感逐渐被无力感所替代,它的皮肤和骨头的碎片被疯狂地甩飞。 最终维斯的两个朋友赶到现场,目睹了这可怕的景象,不确定它是否还活着。 它们迅速射杀了熊,熊在发出疼痛的咆哮声后放开了维斯,逃进了森林里。 它们立即跑向维斯,此时维斯的面部骨骼完全被摧毁,它的身体上散落着缺失的骨片。 脸部只剩下松散的皮肤,它还失去了鼻子,下颌也被撕裂,此时的它已完全失明,挣扎着试图呼吸。 两个朋友努力挽救维斯的生命,它们知道时间紧迫,维斯可能会因伤势疼痛而昏厥。 它们询问维斯关于袭击的信息,但由于没有下河,维斯无法说话,它只能用手势进行交流。 它们用无线电联系到最近的小镇诺姆,并通知护林员情况请求援助,听到袭击的严重程度后,直升机在几分钟内赶到了现场,开始挽救维斯的生命。 由于维斯失血过多,导致它昏迷不醒,直升机立即将它送往港湾医院,它在昏迷中度过了五天,接受了26次抢救手术,医疗费用超过100万美元。 它的脸部进行了重建,用钛合金替代下颗部分,维斯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它无法说话或进食,需要通过搅拌机位时,它的视力只能勉强辨认光线和黑暗,它只剩下半个舌头无法修复,对于喜欢交流的它来说,这是令人心碎的。 几个月后它终于出院,但剧烈的疼痛,使它不能在没有美沙童帮助的情况下生活,这种药物可以减轻它几小时的疼痛,但幸好它在朋友、家人和医疗专业人士的帮助下,才得以重新康复。 尽管遭受了野熊的凶猛袭击,但维斯仍然存活下来,成为历史上最严重的熊袭击事件的幸存者之一,经历了这一切。 维斯并不对熊怀有恶意,他认为这些野生动物的行为是不可预测且危险的,需要人们对周围环境保持警觉。 杜尼亚秀母六岁时和家人一起居住在刚果,她的母亲在几年前不幸去世,她由父亲抚养,她经常与小伙伴一起在维鲁纳国家公园玩耍,这个公园是许多黑猩猩的栖息地,黑猩猩领地意识非常强,经常巡逻并捕猎入侵的动物。 维鲁纳国家公园占地面积超过7000平方公里,该公园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并拥有两座活活山。 2014年,杜尼亚和她的弟弟以及表兄弟一起外出玩耍,尽管周围的风景如画,吸引着许多游客,但也存在着危险。 此时一群黑猩猩正警惕地观察着附近孩子的嬉戏声,几只雄性黑猩猩分离出来巡逻领地,突然杜尼亚看到四只成年黑猩猩向他们冲去,他们的尖叫声引起了村民的注意,大家都跑了过来,黑猩猩的力量对于这些幼小的孩子来说根本无法抵挡,他们用力抓住孩子们,打碎了他们的肋骨,使他们喘不过气来。 借着他们用锋利的牙齿咬住孩子们的脖子,鲜血喷涌而出,攻击仍在继续,都尼亚艰难地爬起来,攀山地朝村庄方向跑去,她已经失去意识,脸上流淌着鲜血,几乎无法辨认,她被这些强大的黑猩猩撕咬的遍体鳞伤,这次袭击没有任何警告,这些男孩并没有惹怒黑猩猩,他们只是在无意中入侵了黑猩猩的领地,黑猩猩不停地撕咬着,直到男孩们的哭声停止, 杜尼亚的父亲匆忙将她送往最近的医院接受治疗,但她的脸部受伤严重,没有人确定她是否能活下来,她的诱饵和面部肌肉被摧毁,左手的中指被咬断,嘴唇从脸撕裂开来。 在公园中,杜尼亚的弟弟躺在地上一动不动,肋骨骨折和颅骨骨折,她的脸也被撕裂。 这个年仅四岁的小孩在这次袭击中不幸丧生,黑猩猩们逃回了国家公园,而杜尼亚的表兄弟却不见踪影,护林员们出发寻找,但没有找到任何线索,杜尼亚从她的伤势中慢慢地康复,但她再也没有嘴唇了,肌肉受损导致她很难正常吞咽或交流,并且她经常流很多口水,近视也变得困难,村民们都回避她,她的朋友也渐行渐远,家人对她漠不关心,她感到自己再也无法在这里生活下去, 但公园的护林员没有放弃她,护林员与著名的人类学家里查德利基博士有联系,她认识美国的整形医生亚历山大杜姆和莱昂科勒纳,他们设法安排杜尼亚前往美国接受修复手术,一位护林员陪同她前往美国,对杜尼亚来说,她必须抓住这唯一的机会,霍格地区的寄养家庭接受养了杜尼亚并在那里上学,她与寄养家庭的九岁女儿安娜贝尔成为了最好的朋友,安娜贝尔会在睡前给她读 故事,一起玩游戏,几天后她接受了手术,整形医生从她的左前臂取了一些组织,包括一根血管和一根感觉神经,用她来重建杜尼亚的嘴巴,这种手术在全世界只有过一两次,最困难的部分是确保邓尼亚的嘴唇能够有感觉,这对近视和说话非常重要,手术持续了12个小时,此后杜尼亚又进行了14次手术,但好在手术很成功,这个失去了一切希望的男孩现在在美国过着幸福的生活,他决定留在美国,他不想再回到非诚的生活。 因为那里给他留下了太多糟糕的回忆,但他的寄养家庭说服他与刚果的家人共度周末时光,渐渐地他开始接受他的旧生活和新生活,杜尼亚克服了早期的创伤生活,取得了体育方面的成功,2022年2月,他在摔跤锦标赛上获得了102棒级摔跤冠军,并在几周后赢得了州级冠军,最终由长滩的摔跤助教米格尔·罗德里格斯和他的妻子收养,成为永久的美国居民,偷猎者惨遭大象踩死,紧接着又被一群饥饿 克鲁格的狮子似咬吞噬,而发生这一切的原因竟然是因为他盗猎犀犀牛角,当地政府发现尸体时,只剩下一颗头盖骨和一条被撕毁的裤子,网友们直呼最有应得 克鲁格国家公园是南非最大的野生动物园之一,园内十分危险,稍有不慎就会性命不保,但近几年偷猎活动飙升,南非的一群偷猎者正在克鲁格国家公园里寻找一只白犀牛,当他们找到犀牛后,意外发生了 黑暗中一只庞大的大象突然冲向了这群人,踩死了其中一名男子,他们勉强将男子抬到附近的公路上,并匆忙撤离现场,但这个悲惨的事件并未结束 在阴影中还潜伏着一些未知的危险,该男子的心情沉重,深陷于恶行的后果中,他所经历的痛苦和报应,或许是因为他的贪婪行为而不可避免的结果 2019年4月1日,马卢西和他的三个朋友充满期待的启程,前往克鲁格国家公园打猎,他们渴望亲手捕捉那些犀牛的脚 克鲁格国家公园占地面积超过7500平方英里,以其丰富的野生动物而闻名,其中包括狮子、豹子、犀牛和大象,每年吸引近100万人前来参观 该公园是成千上万种动物的栖息地,然而可悲的是,即使他扮演着动物庇护所的角色,他也不能幸免于偷猎者的威胁 克鲁格国家公园南北延伸超过350千米,东西延伸超过65千米 这片广袤的土地为一些狡猾的偷猎者提供了逃避监控的机会 他们悄悄地进入公园内,不为人所察觉 但一旦他们被巡逻队发现,可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早在2014年,反偷猎巡逻队逮捕了数百名偷猎者 护林园与偷猎者之间的战斗是异常激烈且致命的 但尽管危险重重,这些偷猎者仍然不断重返公园 他们贪念和无情的行为对这片天然避难所造成了严重的威胁 这就是马卢西所选择的道路,他被巨大的报酬所吸引 陷入了从事偷猎野生动物的生活之中 犀牛角在远东地区有着极高的需求 尽管犀牛角的成分与人类头发和指甲中的角蛋白相同 但人们普遍相信它具有药用价值,可以治愈癌症等疾病 只要有对犀牛角的需求存在,偷猎行为就会存在 而这种需求似乎在短期内难以减少 马卢西和他的三个同伴朝着克鲁格国家公园的边界迈进 他们选择在夜幕降临时出发,月光洒在边界围栏上 他们剪断铁丝,留下一个足够穿行的小洞,并用一块石头标记入口点,然后进入保护区 这是一个宁静的夜晚,草丛中弥漫着蟋蟀的叫声 当他们穿过灌木丛时,他们嗅到了非洲荒野的气息 他们的感官处于高度警觉的状态,正在寻找犀牛的踪迹 他们能闻到粪便的气味,偶尔能听到犀牛低沉的声音或咀嚼草的声音 没过多久,马卢西蹲下身子,他发现了一些粪便,确定是犀牛的,而且还是湿的 这表明他是新鲜的,也意味着犀牛一定就在附近 这个发现让马卢西和朋友们的心中充满了兴奋和紧张 他们四个人打开手电筒,照亮地面,可以看到一条圆形的犀牛脚印从粪便旁边延伸出来 他们默契地沿着这条足迹前进,一言不发 他们清楚知道各自的任务,因为他们经常以四人为一组进行狩猎 一个人负责射击犀牛,另一个人负责砍下他的脚 而第三个和第四个人则负责看守周围的环境 以防意外发生,他们心跳加速,身体紧绷 准备应对任何可能的情况,在这危险的偷猎活动中 他们深知自己置身于非法猎杀和野生动物保护的边缘 但对贪婪和巨额利润的追求,驱使着他们冒险涉足这个黑暗的世界 对他们而言,这只是一场激动人心且回报丰厚的冒险 他们携带着两只375猎枪和足够的弹药 狩猎的兴奋开始在他们心中蔓延 他们小心翼翼地穿行在灌木丛中 意识到猎物就在不远处,月光使周围的阴影变得扭曲 视野变得模糊 微风中传来狮子低吼的声音 与此同时,头顶上的金和欢树嘎吱作响 突然间他们听到了一个声音,脚步停了下来 那是一只犀牛发出的叫声 这只犀牛就在离他们鸡迷远的地方 他们紧张地注视着灌木丛的边缘 昏暗中能看到一只白犀牛的轮廓 这只白犀牛的尖高达2米 体重超过1800公斤 他低着头吃草 犀牛与偷猎者的距离非常近 甚至可以听到草丛地上被撕下来的声音 除了庞大的体型 犀牛还拥有令人惊叹的犀牛脚 其价值超越了他们本身 雌性犀牛的前脚长达150厘米 马卢西举起他的步枪 他微微转动头部 凝视着瞄准镜 这是一次简单的射击 一旦马卢西扣动扳机 其他的同伴知道 他们必须迅速行动 枪声的巨响将在整个公园回荡 而反偷猎巡罗队将在几分钟内赶到 但马卢西没有机会扣动扳机 因为他们没有注意到 就在马卢西右侧基米远的灌木丛中 有一头庞大的弓像 正在静静地观察着他们 大象察觉到这些偷猎者带来的危险 他发出高抗的的叫声如同雷鸣般 朝着马卢西他们冲来 马卢西的朋友们迅速闪开 面对着庞然大物的冲击力 他们的心脏狂跳不止 但此时的马卢西正专注地盯着枪口 仿佛时间在这一刻变得缓慢 他的思绪在紧张的氛围中凝结 当马卢西反应过来时 已经来不及了 大象已经撞上了他 马卢西被甩飞在空中 然后重重地摔到地面 发出一声巨响 犹如天崩地裂 犀牛趁机逃走了 留下马卢西的三个朋友 惊恐地望着 大象将他沉重的脚踩在马卢西身上 同伴们看到马卢西痛苦地呼喊着 他的声音充满了绝望和恐惧 马卢西的肋骨在大象强大的冲击下 被碾压成碎片 骨头断裂的声音充斥着整个夜空 随着压力的增加 马卢西渐渐沉默下来 大象摇摇头 拍打着耳朵 然后消失在茂密的丛林中 留下了一片强烈的恐慌与寂静 马卢西一动不动 他的朋友们急忙冲到他身边 他艰难地呼吸着 他的肺部发出噼啪声 伴随着他短暂地睁开眼睛 然后再次闭上 他的三个朋友抬起他 匆忙穿过茂密的灌木丛 试图返回到他们来时的路 但在恐慌和紧急情况下 他们迷失了方向 变得越来越迷茫 直到最后 偶然间他们走到了 克鲁格国家公园的柏油路上 他们知道寻护员和反偷猎部队 会在这些道路上巡逻 他们可不想在那个晚上被抓住 太阳即将升起 同伴们将马卢西放在路边 然后匆忙逃离 试图找到离开公园的路 月光洒在马卢西的身体上 在蟋蟀的鸣叫声中 他的呼吸变得缓慢 偶尔发出断断续续的呻吟声 他时而清醒 时而陷入昏迷 就像一个受伤的动物 深陷克鲁格国家公园 这里有很多机会主义的捕食者 他们的眼睛在月光下闪闪发光 就在这时 一只猎狗的嘲笑声和柴的尖叫声 从附近响起 但更大的危险正在灌木丛中移动 那个巨大的身影 靠近蜷缩在地上的马卢西 马卢西突然感觉到 自己被某种存在注视着 他试图在黑暗中辨认出周围的事物 但只看到模糊的轮廓 汗水从他的额头上流下 痛苦就像牵把刀子一样刺痛他的身体 他动弹不得 突然一只狮子迅速而有力 从草地中扑向他 几秒钟后 他感觉到温暖有力的身体压在他身上 狮子锋利的牙齿狠狠地咬住他的喉咙 马卢西感到剧烈的疼痛 他无法呼吸 鲜血从他的喉咙中喷涌而出 狮子的威严和力量 使他变得无比渺小和脆弱 马卢西的朋友们 在不远处目睹了这一幕 心中充满了内疚和无助 他们知道救援无法及时到达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马卢西在狮子的攻击下痛苦挣扎 最终马卢西的呼吸变得微弱 他的身体逐渐失去温度 马卢西的生命在那片荒野中黯然消逝 成为了丛林的一部分 他的朋友们在绝望中离开了那个地方 第二天 马卢西的朋友们打电话给马卢西的家人 将这个令人难忘的消息传达给他们 家人们心痛不已 祈祷马卢西还能够回来 他们立即给区域巡护员唐英格利斯打电话 唐英格利斯向马卢西的家人 保证会尽一切努力找到马卢西 唐英格利斯组织了一支 由巡护员组成的搜救队 搜救队员们步行出发 前往克鲁格国家公园 他们小心翼翼地搜索着 每个可能的藏身之处 与此同时 克鲁格国家公园的空中巡逻队 在上空进行全方位搜索 但在第一天的搜救行动中 由于天色渐暗 搜救被终止 他们决定在第二天早上恢复搜救行动 希望能够找到马卢西 在大象袭击发生后的三天时间里 野生动物护林园 在克鲁格国家公园的鳄鱼桥区域 发现了一具疑似马卢西的遗骸 该遗骸只剩下一颗头骨 和一条破损的裤子 其他部分已经不复存在 尸群已经彻底吞噬了马卢西的尸体 他的头骨被舔得非常干净 护林园们没有找到他的其他遗体 这个可怕的发现 对马卢西的家人和朋友来说是毁灭性的 他们的内心被无尽的悲伤所笼罩 不久之后 护林园们又在附近的灌木丛中 发现了两把枪支 还有其弹药一同被找到 警方立即采取行动 并成功逮捕了剩余三名偷猎者 他们的年龄在26岁至35岁之间 这些偷猎者被关押起来 并面临着一系列的指控 包括非法持有枪支和弹药 密谋偷猎以及非法入侵的罪行 对此公园总经理格伦菲利普斯 警告人们不要步行进入保护区 同时 他也表示 看到死者的女儿为失去父亲而哀悼 他们也感到非常悲伤 更糟糕的是 他们只能找到马卢西的一点点遗体 这令人感到更加难过 这起事件的曝光 引起了人们对偷猎问题的关注 仅在南非 每年就有数百只犀牛遭到偷猎 2014年更是一个特别糟糕的年份 当年有1215只犀牛被偷猎 这些偷猎者都像马卢西一样 为了追逐财富 不惜冒险甚至犯罪 偷猎者的行为 可能导致一些世界上最美丽的动物灭绝 这个事实令人痛心 当人们听到 狮群将偷猎者彻底吞食的消息时 并不会对这样可怕的结局感到难过 这样的结局似乎是一种正义的回应 对于那些猎杀野生动物和偷猎的人们来说 这种报应似乎是应得的 世界上最不寻常的三起动物袭击事件 从澳大利亚夫妇惨遭饲养六年的宠物鹿袭击 造成一死一重伤 到17岁男孩被世界上最危险的鸟类追杀 导致当场死亡 再到加拿大离奇车祸 黑熊从天而降砸坏汽车致两人丧生 据《每日邮报》报道 2019年4月17日 澳大利亚一名男子突然被他们家养了六年的宠物鹿袭击 不幸当场死亡 他的妻子在试图救出丈夫时也遭受了严重的伤害 当地警方接到通知后立即赶到现场 并采取紧急措施将这只鹿击毙 47岁的保罗麦克唐纳和他45岁的妻子曼迪 居住在维多利亚州东北部的一个小镇 这对夫妇饲养着一只名叫微皮蒂鹿的熊鹿 据称 这只鹿是马鹿和麋鹿的杂交品种 他们圈养这只鹿已经有六年的时间了 一直把它视为家庭的一部分 2013年 保罗还在自己社交媒体的主页上 分享了一张家人为微皮蒂鹿的照片 他还在配文中写道 这只鹿是他的孩子 旁边是一个微笑的表情符号 他的一位家庭成员甚至还在帖子下评论说 如果有人开枪射击他们的鹿 他将合法地开枪射击那个人 因为微皮蒂鹿对他们来说 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重要 2019年4月17日早上8点左右 保罗准备好食物去喂食微皮蒂鹿 然而 就在他刚刚踏入围栏的瞬间 熊鹿突然凶行大发 直接将保罗撞翻在地 并开始用鹿角和蹄子在保罗的身上肆意踩踏 他没有料到这只曾经温顺的宠物 会突然变得如此凶猛 保罗拼命抵挡微皮蒂鹿 但面对如此强壮的鹿 他显得力不从心 保罗发出绝望的呼救声 微皮蒂鹿似乎没有停下的意思 此时 曼迪和他们17岁的儿子伊桑 听到外面传来的喧闹声 他们急忙从房子里跑出来 眼前的景象让他们几乎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 保罗全缩在地上 他的身体已经被鹿角和蹄子的重击折磨得伤痕累累 伊桑感到恐惧 他立即冲出去寻求帮助 而这时的曼迪只想着赶快就丈夫出来 他毫不犹豫冲向现场 可是两人哪是一只熊鹿的对手 微皮蒂鹿看到曼迪冲过来后 立即转过鹿角对着曼迪顶了过去 曼迪倾尽全力躲避 但还是无法逃脱被鹿角顶倒的命运 看到曼迪倒下之后 狂暴的微皮蒂鹿再次转向保罗 发起更加凶猛的攻击 他用力甩动鹿角 每一次触碰都给保罗带来了撕裂般的痛楚 保罗身上的伤口越来越多 鲜血不断涌出 眼见丈夫的身体被这只凶残的熊鹿摔大着 翻滚着 曼迪心如刀角 他不再袖手旁观 他鼓起勇气再次靠近微皮蒂鹿 这次他决定用声音分散微皮蒂鹿的注意力 拯救保罗 他大声尖叫着 试图吓唬微皮蒂鹿 把他的注意力从保罗身上引开 令他松了一口气的时 那只鹿转向了他 给了保罗片刻喘息的时间 微皮蒂鹿的眼睛里充满了愤怒 他冲向曼迪 曼迪做好了准备迎接冲击 但微皮蒂鹿的速度太快了 曼迪感到他坚硬的蹄子击中了他的腿部 鹿角击中了他的上半身 剧烈的疼痛传遍全身 但曼迪没有放弃 他试图保持站稳脚跟并反击 微皮蒂鹿也不知疲倦 曼迪感到自己的力量逐渐消失 他害怕自己无法逃脱微皮蒂鹿的袭击 就在所有希望似乎已经破灭时 他听到有脚步声正在急速向他走来 他抬头一看 是儿子伊桑手持着一块大木板 伊桑全力挥动木板 猛击微皮蒂鹿的头部 使其失去平衡 雄鹿摇晃着头 试图恢复平衡 随着伊桑不停的猛击 最终微皮蒂鹿匆忙退回到围栏内 当警方赶到现场时 他们看到了眼前可怕的一幕 微皮蒂鹿高高屹立在保罗的尸体上 展现出极具攻击性的姿态 他晃动着巨大的鹿角 威胁着周围的人 警员们手持武器小心翼翼地靠近 他们看到保罗受了重伤 身上到处都是伤口 警方需要尽快解救保罗 但微皮蒂鹿死死地守在保罗身旁 他表现得烦躁不安 并不停地用蹄子踩踏着地面 眼神中透露出野性的神色 出于安全的考虑 警方决定对这只宠物鹿进行射杀 随着枪声的响起 微皮蒂鹿被击倒在地 事后代理高级警官保罗破塞尔表示 他们对这头鹿进行了多次射击 他的家人们都崩溃了 这起事件对他们的影响难以形容 随后8点30分左右 医护人员赶到事发现场 但为时已晚 保罗已经因伤事过重当场死亡 警方留在现场 协助急救人员为曼迪提供援助 并继续展开调查 以了解这起悲剧背后的贬因 曼迪为了拯救保罗 上半身和腿部都受了重伤 他接受了多次手术 并被送往重症监护室 当地社区还发起了一项筹款活动 以帮助支付曼迪的治疗费用 随着对这次袭击事件调查的开始 每个人心中都在思考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以及如何预防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 专家对这次袭击有着不同的观点 澳大利亚路协会的巴里豪利特警告说 雄性路在交配的季节 会变得更有攻击性和领地意识 他指出路是野生动物 他可能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很温顺 但当交配季节到来时 他们的行为会发生变化 人类应该避免靠近他们 这场悲剧使曼迪一家痛失至亲 曼迪在墨尔本的阿尔弗雷德医院里 多次手术和艰苦的康复过程 最终脱离了生命危险 这起事件一经在网上曝光 立即引发了网友们的广泛讨论和热议 有网友表示 真是令人痛心 白白养了这么久的鹿 最后居然换来这样的结果 还有网友说 并不是什么动物都能被驯服的 毕竟野生动物是有着生存本能 行为和生理特征的动物 当他们被带离自然环境 并囚禁在人类的生活空间中时 他们的本能和行为 可能变得不可预测和危险 给其主人和周围社区带来风险 第二起事件发生在 澳大利亚昆士兰北部的莫斯曼 1926年8月6日 一只鹤陀仅用他的两只脚 就夺走了一条鲜活的生命 其攻击性和威胁性 备受当地社区关注 事后鹤陀被认定为 世界上最危险的鸟类 鹤陀又名食火鸡 是世界上第三大鸟 体型与鸵鸟相似 食火鸡生性敏感 是一种强壮且危险的鸟类 主要分布在澳大利亚岛巴布亚地区 它们足常善于奔跑 研究发现 食火鸡的一些攻击行为 主要是为了自卫和保护领地 它们的力爪和强有力的腿 能够轻而易举地将人类的内脏勾出 而对待狗和马只需一击即可致命 此外 食火鸡的角力非常强大 一脚就能轻松踢穿钢板 这使得它们在攻击时 具有极强的威慑力 2004年 食火鸡被吉尼斯世界记录收录进世界上最危险的鸟类 据统计 在近20年的时间里 食火鸡对人类发起过150次攻击 造成的伤亡不计其数 是赫赫有名的杀人鸟 其中最早的一起事件发生在1926年8月6日 当时17岁的菲利普和他14岁的弟弟格兰维尔麦克林 正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北部的莫斯曼 一个种植甘蔗的地区寻找它们的马食 突然发现了一只长相酷似鸵鸟的奇怪大鸟 菲利普和格兰维尔正是好奇心旺盛 调皮贪玩的年纪 它们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探索的机会 于是 它们手里拿着棍棒向这只怪鸟打去 然而它们万万没想到 受到侵犯的食火鸡立刻展开了猛烈的反击 它先将菲利普的狗逼入角落 狗被食火鸡无情地打击着 发出痛苦的嚎叫声 格兰维尔目睹着这一幕 它立刻冲过去试图拯救狗的生命 结果被鸟踢中了腿部 随后菲利普开始向食火鸡扔石头 试图保护它的弟弟和狗 食火鸡当然不会像普通的鸟一样被吓跑 而是进行了还击 它一脚就把菲利普踢倒机密之外 紧接着它冲过去 用爪子在菲利普的脖子上 划开了一个1.25厘米的伤口 不久后 菲利普就因颈动脉失血过多而亡 就这样菲利普成为了第一个 被食火鸡攻击致死的人类 食火鸡杀人鸟的称呼也由此而起 食火鸡还有一个独特的习性 物体非常好奇 当他们看到人类气质的炭火灰烬时 必定上前啄弄一番 顺便吞下几粒熄灭的炭块到砂囊里 帮助磨碎不易消化的食物 这也是他们食火鸡名称的来源 菲利普麦克林的遭遇提醒人们 尽量避免接近野生的食火鸡 尤其是在他们的领地附近 对于必须接触食火鸡的情况 人们需要时刻保持警惕 观察食火鸡的行为举止 不要引起他们的攻击欲望 尽量与他们保持安全距离 第三起事件发生在加拿大的沃泰华 据英国媒体报道 2011年6月6日晚 在沃泰华约40公里的郊区 发生了一件离奇车祸 造成两人不幸身亡 此次事故中的马路杀手并不是机动车辆 而是冲上马路的一只200公斤的黑熊 2011年6月6日晚上 两名19岁和23岁的男子决定出去兜风 他们驾驶着一辆庞迪亚克圣火 沿着148号道路行驶 突然间 一只重达200公斤的黑熊 从路边的树林中冲出 毫无征兆地跑到马路上 驾驶员顿时感到心跳加速 他迅速转动方向盘避开黑熊 但一切发生得太快了 只听到一声巨大的撞击声 黑熊被撞飞到空中 然后狠狠地撞上了一辆迎面而来的 尼桑开拓者 庞迪亚克圣火的驾驶员 在与黑熊碰撞后 失去了对车辆的控制 撞进了路边的勾曲 车辆在剧烈的冲击下颠簸着 但令人庆幸的是 两个年轻人并没有受伤 而在事故发生之前 尼桑开拓者也正在沿着148号公路行驶 车上的乘客是一对年轻的情侣和他们的朋友 他们分享着彼此的生活趣事 正沉浸在这轻松的氛围中 然而 当他们接近向反方向行驶的庞迪亚克圣火时 突然传来一声巨大的撞击声 巨大的惯性使黑熊飞速冲向他们 他们几乎没有时间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 眼睁睁地看着这只重达200公斤的黑熊 冲破他们的挡风玻璃闯入车内 紧接着又从汽车的后窗玻璃摔了出去 整辆车被撞得面目全非 只留下被毁坏的痕迹 年轻的女孩毫无生气地坐在驾驶位上 她的男友目睹了黑熊与车辆相撞时的情景 她的世界崩塌了 她曾经心爱的充满活力的女友 在一瞬间离她而去 她陷入了无尽的悲痛之中 她努力理解刚刚发生的事情 然而当她把目光转向后座时 又遭受了一次毁灭性的打击 他们的朋友 一位40岁的男子 被卷入一团扭曲的金属中 黑熊巨大的冲击力 在几秒钟内夺走了两条生命 黑熊也同归于尽 车辆的残骸和黑熊的尸体散落在马路上 只剩下男子一个人幸存下来 他感到空虚和失落 看着他关心的两个人相继离去 他不敢相信刚刚发生的一切 据当地警局发言人表示 加拿大有大量的野生动物 机动车辆和野生动物相撞的新闻屡见不鲜 但是与车相撞的动物大部分是迷路 汽车撞到熊 而且造成两人死亡的事故非常罕见 在进一步的调查中 揭示出当时正是熊交配的季节 熊姓熊会在领地外寻找发情的雌姓熊 当地的警方向驾车者发出警告 提醒他们在这个特殊的季节保持警惕 尽量减速行驶 谨慎超车和保持安全距离 以避免与野生动物发生碰撞 流浪猎狗到底有多可怕 从87岁老人在家睡觉 惨遭一群猎狗从床上拖下活活咬死 到20只猎狗在24小时内连吃两人 警方赶到现场后 只剩碎骨和血液碎片 据《太阳报》报道 在津巴布围中部的 齐鲁曼祖农村地区 一群猎狗突然闯入了村子里 将一名正在睡觉的87岁老人从床上拖了下来 这群猎狗将老人拖到距离小屋 约300米左右的地方活活咬死 当村民们找到老人时 现场血迹斑斑惨不忍睹 而老人下半身已经失踪 很多人对猎狗的印象仍停留在著名节目 《动物世界》中 他们屁颠屁颠地跟在狮子后面 享用狮子吃剩下的食物的画面 他们虽然对狮子唯唯诺诺 但对其他动物就是重拳出击 除此之外猎狗拥有出色的听觉和夜间势力 这是它们重要的狩猎属性 猎狗还是世界上最成功的猎人之一 也是非洲最常见的食肉动物 与狮子相比 猎狗在非洲草原上可谓是恶名在外 因为它们的捕猎手法真是让人所不齿 不仅狡猾而且阴狠至极 可以说猎狗在非洲的地位是仅次于狮子的食肉动物 因此猎狗又被人们称作非洲二哥 再加上流浪的猎狗 因为失去了温暖的住所 失去了固定的食物来源 才会把人类当成食物 而单置的流浪猎狗对人类可能并不可怕 但是一旦组成群体就很容易杀死一个人 87岁的马塞卡来自津巴布韦中部的齐鲁曼祖农村 2020年11月22日 马塞卡像往常一样独自一人照料着自己的花园 傍晚时分 马塞卡决定打开门和窗户透透气 随后他躺在床上静静地倾听着周围的鸟叫声 逐渐进入梦乡 几个小时过去了 黑暗中突然出现了几双黄色的眼睛 一群猎狗发现马塞卡的房门没有关闭 他们在夜色的掩护下悄悄靠近马塞卡的床边 好奇地嗅了嗅眼前的男人 很快就意识到他们面前的这个人是可供捕食的对象 此时马塞卡的身体在梦乡中逐渐放松 猎狗群抓住了这个机会 他们露出锋利的牙齿 狠狠地咬住了马塞卡的腿部 剧痛惊醒了马塞卡 他惊慌失措 而猎狗们却毫不留情地将他从床上拖了下来 马塞卡拼命挣扎试图摆脱他们的控制 与此同时 其余的猎狗也纷纷加入了这场残酷的袭击 由于马塞卡住在村庄的边缘 距离其他居民的小屋较远 没有人能听到他的呼救声 这群猎狗将马塞卡拖向远处的灌木丛中 继续残忍地撕咬着他的身体 马塞卡的意识逐渐模糊 最终他因失血过多离世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 村民们像往常一样过着平凡的生活 毫不知情发生了什么事 当有村民前去找马塞卡采集杂货时 他在门外等待了几个小时 却一直没有见到马塞卡的身影 村民开始感到担忧 他将周围的居民聚集在一起 前往马塞卡的小屋查看情况 当他们抵达时 震惊地发现小屋里一片混乱 到处都是血迹 许多物品都被拖到了屋外的泥土中 地板上留下了许多猎狗的爪印 村民们分散开来 在距离小屋大约300米的地方 高声呼喊马塞卡的名字 其中一位村民发现了马塞卡的尸体 而他的下半身已经消失不见 面对着可怕的景象 村民们急忙返回村庄 他们担心这群猎狗 已经品尝到了人类的味道 会再次回到村庄并发动袭击 所以村民们立即通知了 当地的公园管理员 金巴布韦公园和野生动物管理局的 发言人蒂娜施法拉沃表示 公园管理员正在积极寻找 这群凶猛的猎狗群 以便消灭它们 在找到这群世人的猎狗之前 村庄中的紧张气氛逐渐蔓延开来 尤其是在夜晚时分 村民们都小心翼翼地守在自己的家中 事后警方通过调查发现 被害人还跟猎狗产生过激烈的搏斗 事件报告证实了猎狗对马塞卡的攻击 报告中写道 这名老人是被六只猎狗杀死的 随后又被猎狗拖行了长达300米的距离 下半身也被猎狗吞噬得只剩下骨头 拖曳痕迹和猎狗撕咬的痕迹清晰可见 更令人震惊的是 据报道 这群猎狗曾经袭击过同一个村庄的牲畜 从袭击牲畜升级到袭击人类 这给整个社区都带来了严重的安全威胁 11月26日 马塞卡被安葬 村庄里的许多居民都参加了他的葬礼仪式 与此同时 公园管理员紧急警告居民晚上不要外出 尽量避免独自行动 因为猎狗很容易将它们视为猎物 并强调所有村民关好门窗 直到这群猎狗被捕获为止 法拉沃向媒体透露 他们正全力寻找杀人的猎狗 并表示如果它们有足够的资源 会将这群袭击人类的猎狗 转移到人口较少的地区 2020年 该地区总共发生过60起猎狗袭击导致人类死亡的事件 这些袭击通常发生在夏季 当时食物和水资源极度匮乏 野生动物为了寻找下一顿饭而进行长途跋涉 有时甚至会进入人类生活的社区 所以随着资源的枯竭 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冲突只会进一步加剧 这群猎狗最终在村庄附近被发现 当地警方迅速行动 组织了一支专门的团队 他们选择了一个合适的位置 悄悄地布置了陷阱 经过漫长的等待 陷阱终于起效 在一阵短暂的混乱和嘈杂声中 这群猎狗被成功困住 警方立即开枪将其击毙 虽然这对这些动物来说是一个悲伤的结局 但这是为了确保村民们 不再遭遇同样可怕结局的唯一途径 人类被认为是地球生态系统中 处于食物链顶端的 拥有独特的智慧和能力 因此许多聪明的动物通常不会主动挑衅人类 而猎狗被认为是一种相对聪明的动物 因为它们是群居的动物 所以人类通常以为猎狗是不会主动袭击人的 但是实际上猎狗杀人的事情是有发生 有时猎狗为了寻找食物会进入居民家中并夺走居民的生命 无家可归或者流浪的人都会成为它们的目标 咬伤身体 咬掉手指脚指 它们甚至还从一位母亲怀里抢走过嗷嗷逮捕的婴儿 猎狗也会看人下菜碟 会挑老人 儿童和体弱的男性下手 很少有青壮年男性与猎狗发生冲突的情况 然而 在2021年12月27日发生的猎狗吃人事件中 受害者却是两个青壮年男性和一名年轻女性 这一事件引起了广泛的震惊和关注 据非洲学者指出 近年来当地居民频繁地进行开肯活动 无意中侵占了猎狗的生存环境 导致大量的猎狗失去了栖息地和狩猎场所 因此 它们被迫靠近人类居住区寻找食物和生存空间 当猎狗感知到人类的攻击能力较弱且异于猎杀时 它们便会选择将人类作为狩猎目标 主要是为了填饱肚子 人狗大战中将会一触即发 为了避免这一冲突 一些非洲地区尝试采用驯化猎狗的方法来避免袭击的发生 例如非洲的埃塞尔比亚 在这里很多居民都选择以喂养的方式来驯化猎狗 试图与它们达成共识 人类希望通过长时间的投食过程 让猎狗意识到人类是可以为它们提供食物的 而并非它们的狩猎对象 使它们明白一顿宝和顿顿宝的道理 然而 实际效果并不理想 因为一旦人类停止对猎狗的喂养 它们会再次攻击人类 因此对于世代在野外生存的猎狗 靠一般的驯服方法很难将其驯化 反而会为人类带来更大的伤害 并且猎狗拥有惊人的奔跑速度 每小时高达48公里 就连短跑运动员都不是它们的对手 尽管猎狗没有像猫科动物那样锋利的爪子 但它们的下颚肌肉发达 一口咬下去可以产生高达500公斤的咬合力 足以碾碎任何骨头 2021年12月27日 肯尼亚首都内罗比以东50公里的一个村庄里 再次发生了一起可怕的猎狗袭击事件 当时大约有20只猎狗 在短短24小时内袭击了两位村民 这两名受害者刚从采石场工作结束 在回家的途中遭遇了这场可怕的袭击 其中一名男子不幸被猎狗群团团围住 这群猎狗蜂拥而上 将该男子活活咬死 另一名男子虽然设法逃跑了 但猎狗们还是追了上来 幸运的是 这名男子手中拿着干活的工具 他利用工具拼命抵抗最终侥幸逃脱 不过他的身上也被猎狗撕裂了多处伤口 在袭击完这两名受害者后 这群猎狗似乎上瘾了 在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 这群无恶不做的家伙再次出手 这次他们的目标是村庄里的农场 他们偷偷地潜入村中 并对一名正在务农的妇女发动了袭击 由于村庄没有监控设施 并且当时没有其他的目击者 当农场主人发现这名妇女时 周围是几件沾满鲜血的衣服 紧接着就在鸡米外发现了 令她毛骨悚然的一幕 一颗血迹斑斑的头骨和其他的一些残骸 农场主赶紧报案 警方和肯尼亚野生动物服务局官员到达现场后 发现了猎狗的脚印 确认该妇女是被猎狗捕猎后吃掉的 肯尼亚一夜之间发生的两起猎狗捕食人类事件 实在是害人听闻 由于猎狗有活吃动物的习惯 可想这个过程有多么残忍 虽然猎狗会攻击人 但是根据动物学家们的观察发现 除了一些曾经吃过人的猎狗 会主动地潜入人类的居住内行凶外 其他的猎狗通常不会主动攻击人 除非是在食物匮乏的季节 毕竟作为一种机会主义者 猎狗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可以吃肉的机会 腐肉如此 人类也不例外 这起猎狗群食人事件在当地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面对这一情况 肯尼亚的管理人员迅速采取行动 派出大批搜捕人员来追踪和猎杀这群流浪的猎狗 除了搜捕行动 肯尼亚的管理人员还采取了其他的预防措施 他们加强了对村庄的巡逻和监控 以确保野生动物的行为受到及时的观察和跟踪 他们还与科学家和野生动物保护组织合作 共同研究猎狗的行为和习性 以更好地了解他们的活动模式和潜在威胁 从而采取更有针对性的保护措施 三人海岛捕鱼 惨遭食人杀活活咬死 最终只有一人生还 居心存者回忆 两人的身体被直接撕裂成两半 海水瞬间被鲜血染红 这起事件后来被改编成一部电影 并于2010年上映 1983年 27岁的雷邦迪生活在澳大利亚风景如画的热带城市汤斯维尔 他是一艘拖网渔船的船长 以捕捞鱼虾为生 虽然雷邦迪年纪轻轻 但他已经是一名经验丰富的水手 7月22日一大早 雷邦迪和他21岁的女友林达霍顿 以及当时23岁的副船长丹尼斯莫菲 计划前往澳大利亚北部海岸的一个渔场捕捞鱼虾 雷邦迪打算在这片海域多待几个星期 以充分利用那里风平浪静且鱼类丰富的资源 这趟旅行的前两天充满了欢声笑语和丰收的喜悦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 第三天的情况开始急转直下 这片海域突然刮起了一阵强风 面对越来越猛烈的风浪 雷邦迪三人面临着一个艰难的选择 是返回距离他们几公里远的城镇 还是等待风暴过去 然而几个小时过去了 风是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 巨浪拍打着船身 雷邦迪 琳达和丹尼斯紧紧抓住船舰 努力保持平衡 风暴中雷雨交加 能见度极低 他们几乎无法看到前方的情况 只能依靠直觉和航海经验 突然间一阵剧烈的晃动船变整艘船 雷邦迪三人被抛来抛去 他们发现船体已经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海水开始涌入船舱 他们的处境变得更加危险 没过多久 他们的通讯设备也被风暴摧毁 他们与外界失去了联系 就在这时 丹尼斯注意到一个巨大的海浪 正迅速向他们袭来 丹尼斯没有多余的时间思考 他立即跳下船 船在受到巨浪的撞击后翻了过来 雷邦迪和琳达来不及跳下船 他们被困在船底 只有一小块空气可以呼吸 时间紧迫 雷邦迪和琳达立即决定游到船底 然后从另一侧浮出水面来摆脱这个困境 两人在黑暗中摸索前行 最终浮出水面后 雷邦迪和琳达立刻找到了不远处的丹尼斯 三人再度汇聚在一起 他们被困在水中央 周围是无边无际的海洋 只有轻浮的船 这是他们唯一的立足点 他们三人在痛苦和混乱中度过了几个小时 再加上寒冷的夜晚 他们已经疲惫不堪 丹尼斯的身体开始抽筋 而琳达则感到口渴难耐 雷邦迪抬头望向天空 星星闪烁的夜晚让他们感到无助和渺小 事发当天是星期一 雷邦迪根据他的坐标计算出 他们距离汤斯威尔至少有95公里远 而距离最近的珊瑚岛有45公里远 很明显 在疲惫和缺水的情况下 不管游向哪边都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 三人很快就意识到 他们没有太多时间犹豫 正在下沉的船只很快就会消失 他们只有几分钟的时间 从船只的残骸中抢救一些能派上用场的物品 他们用绳子将这些物品绑在一起 做成了一个临时的漂浮装置 他们还找到一块冲浪板 这成为了他们在水中唯一的支撑物 当船只彻底沉没后 漂浮在海上的三人很快进入了求生模式 他们抓住冲浪板 将绑好的物品系在上面 为了均衡重量 他们轮流携带冲浪板 让每个人都能休息 45公里的旅程不仅没有饮用水 还要承受着白天酷热的天气 和不断游泳所消耗的体力 这让他们喘不过气来 在游泳的过程中 他们时刻保持警惕 时不时回头观察周围的海域 他们知道 这片海域不仅有人类捕鱼者 还有鲨鱼潜伏其中 每一次愉悦的声音都让他们心惊胆战 他们不敢停下来 只有继续向前游才能增加生存的机会 他们的身体开始逐渐崩溃 肌肉酸痛 体力消耗殆尽 但他们明白 只有坚持下去才有可能生还 一整天过去了 雷邦迪 琳达和丹尼斯距离陆地 至少还有30公里 夜幕再次降临 黑暗笼罩着他们的视线 突然 水面上掀起了一些涟漪 三个人停下来 尽量保持静止 不敢做出任何突然的动作 雷邦迪看到距离他们不远的海面上 有一条旗 像是一条虎沙的身影 此时他们陷入了迷茫 不知该如何是好 只能静静地漂浮在水面上 等待鲨鱼离开 丹尼斯和琳达感到十分害怕 他们心跳加速 雷邦迪则低声安慰着他们 说鲨鱼袭击是非常罕见的 只要不激怒他们 就不会受到攻击 但事实上 虎沙的好奇心很强 水里所有漂浮可动的东西 都有可能吸引他们的目光 不管能不能吃 他们都会先咬一口 此时他们的临时救生法已经破裂 每个人只剩下一小块 能够让他们浮在水面上的物体 虎沙在海中 袭击人类的记录 仅次于大白沙 它们庞大的体型和极强的攻击性 使它们成为最危险的鲨鱼物种之一 虎沙拥有高度敏锐的感觉器官 与其他鲨鱼物种相比 它们通常游动缓慢 只有在捕食猎物时才会迅猛攻击 另外 根据美国鲨鱼研究小组 针对历年鲨鱼袭击人类事件的分析研究 它们找到了一些共通之处 其一 鲨鱼吃人和水温有关 水温较高的热带海域 更容易发生鲨鱼袭击人类事件 其二 鲨鱼吃人和水温有关 超过一半的大白沙袭击事件 都是在潜水区发生的 其三 鲨鱼吃人和事件有关 大多数人都以为最危险的事件是黑夜 但实际上绝大多数鲨鱼攻击事件 都发生在白天 突然雷邦迪感觉身下有鲨鱼碰触到了它 它的心中充满了恐惧 雷邦迪使出全身力气游动 试图摆脱这条鲨鱼的追逐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雷邦迪短暂的甩开了鲨鱼 它转过头来 看到琳达和丹尼斯还在不远处 它们面色苍白 雷邦迪一边鼓励它们振作起来 一边带领着它们继续朝着远方的陆地游去 不久之后 鲨鱼又回过头来咬住雷邦迪的膝盖 雷邦迪用力踢打着它 虽然鲨鱼松口了 但由于雷邦迪不停地挣扎和反击 此时的虎鲨已经将它们三人当成了猎物 加上血腥味的刺激 很容易激起虎鲨的攻击欲 从而增加鲨鱼发起反复攻击的可能性 雷邦迪 琳达和丹尼斯都大声尖叫起来 它们在水中拼命挣扎 渴望摆脱鲨鱼的追逐 但都无济于事 每当它们听到远处的水花声 它们就会立刻转过头来 查看是否是鲨鱼再次靠近 周围漆黑的环境 使得无助的三人处于明显的烈士状态 它们的心情越来越沮丧 毫无希望可言 鲨鱼再次冲出水面 然后又迅速消失 紧接着丹尼斯发出一声痛苦的惨叫声 鲨鱼咬住了它的腿 雷邦迪从远处大喊着 告诉丹尼斯用力踢打 但这次效果不如上次好 鲨鱼不肯松口 雷邦迪和琳达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丹尼斯被拉入水下 丹尼斯在水中痛苦地挣扎着 鲨鱼无情地撕咬着它 丹尼斯已经无力抵抗 周围的海水被迅速染红 当雷邦迪和琳达游向丹尼斯时 它已经失去了一条腿 大量的出血使丹尼斯渐渐地失去了知觉 雷邦迪和琳达试图用一块不作为止血带 帮助丹尼斯止血 但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 没过多久 鲨鱼再次出现 没有给他们一点喘息的时间 丹尼斯意识到自己已经没有逃生的希望 但他并不想白白牺牲 他决定利用最后的力量 为琳达和雷邦迪争取逃生的机会 他大声呼喊着 让琳达和雷邦迪赶快离开 不要管他 琳达和雷邦迪没有犹豫 立即朝相反的方向游去 在那一刻 他们没有时间去思考与丹尼斯的感情 他们必须争分夺秒获得安全 否则丹尼斯的牺牲将是徒劳的 雷邦迪和琳达转过身 最后一次望着丹尼斯 直到鲨鱼再次将他拖入水中 琳达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他发出无助的哭声 雷邦迪给予他短暂的安慰 但他们别无选择 只能继续朝着岛屿的方向前进 两个小时过去了 鲨鱼再次出现 并开始在雷邦迪和琳达周围徘徊 恐惧使他们愣在原地 无法动弹 突然 鲨鱼深入水中 然后冲出水面 这一次 鲨鱼直奔琳达而来 狠狠地咬住他的手臂和躯干 鲨鱼猛烈地摇晃着头 尖叫紧接着他的生命就被夺走了 雷邦迪被眼前的一幕冻结 他无法想象刚才所发生的一切 在同时失去女友和朋友的重压之下 雷邦迪转身以最快的速度 朝着珊瑚岛的方向游去 经过一天的努力后 雷邦迪距离岸边还有几百米的距离 就在这时 鲨鱼再次出现 但雷邦迪注意到一股巨大的浪潮正在接近 他利用浪潮的速度和高度与鲨鱼拉开的距离 最终筋疲力尽且受到严重创伤的雷邦迪被冲到了一块礁石上 他躺在那里 呼吸急促 全身疼痛 他开始回想这两天所发生的事情 心中充满了悲痛 第二天上午十点左右 澳大利亚空军的救援直升机找到了雷邦迪 他被紧急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雷邦迪心底深知 自己是幸存者 但对于琳达和丹尼斯的命运 他一直心怀愧疚 雷邦迪在康复后 曾回到那片海域搜寻琳达和丹尼斯的遗体 然而风暴过后 他们就失踪了 琳达和丹尼斯的下落成为一个永恒的谜团 随着时间的流逝 雷邦迪回到了汤斯维尔 他重新担任了船长 过着渔夫的生活 然而 尽管他身体逐渐康复 但心理上的创伤始终难以完全愈合 煞鱼袭击事件给他留下了深深的心理阴影 雷邦迪长期以来一直患有焦虑和创伤后应激障碍 这给他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困扰 他经历了无数个夜晚的噩梦和回忆的闪回 总是不由自主地回想起那些可怕的场景 这起事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人们对于海洋中潜伏的危险和无情的生物 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事件的惨烈程度引发了电影制片人的兴趣 他们决定以真实事件为基础改变了一部电影 在2010年上映 观众们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了 那片被鲜血染红的海水中的恐怖和绝望 这部电影不仅展示了人类在极端环境下的生存挑战 也探索了人性的脆弱和坚韧